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影响你们的选民 应该这样讲 其实我的选区 包括岗山 桥头 燕桃 这些地方 其实过去就是我们传统会讲说 民主的胜地 比如说过去曾经发生 这个桥头事件等等 所以其实大岗山地区本身的属性 确实发生过这件事情 它有一个传统的政治文化基因在那边 但是也很有趣 但是一直以来其实过去 岗山也是有眷村的 过去在议员的席次上 在2014以前其实都是蓝大鱼绿的 那一直到2014以后 开始有一些变动 包括在2012年立委的选举 邱志伟立委打赢林医师 就可以看到蓝绿版图的移动 变化 那我要讲最后就是为什么这一次 罢韩 当然可能我本人在那边强力的宣传 罢年韩柔鱼有很大的关系 这是一点 那第二个是说大岗山地区的乡亲民众 其实是非常的热情 包括在2020年这个总统大选的前十大 投票率最高的地区 我的选区占了四个 岗山桥头 弥陀 然后还有子官 非常多都是全国 投票率最高 本身就有很强的传统在那边 对 然后大家很积极的想要透过投票去表达他的意志 所以在这一次罢免韩国瑜的行动当中 当然大岗山地区 尤其是大岗山地区 我诚如刚所说 在2018年议员的选票 三个民进党议员的选票加起来 其实是跟2014那时候太阳花 然后民进党大好的局势 完全没有变动 都是七万两千多票 这代表了什么 这代表了大岗山地区的乡亲市民朋友 他是肯定民进党执政的 所以尽管他可能想要市长 他可能会分裂投票 就是市长我换人做做看 但是我还是很肯定 民进党的底气还在就对 所以反映到罢免韩国瑜 他们又去相对比照过去城局 或者是民进党前朝在执政的 这些政绩跟作为 再反映到现在看到韩国瑜 什么市政落跑 然后什么东西停摆很多 所以大家会更加强 当然还有我本人在大岗山地区 强力的宣传 所以我想大概让大岗山地区的 这些市民朋友很乐意 而且也很简单想出来投票 那有一个应该是你的师姐 他的选举区叫左南区 左营南子区 过去就知道这边 可能比较国民党传统的优势区 那这个的确 在整个投票医院来讲 29.9是比较偏低的地方 还是显现出国民党的优势 那我们看2018年市场选举 得票快接近六成 59.35 这都支持韩市长的铁票区 那总统掉到38.92 这个大概就掉了21% 所以那个刘世芳委员在那边 也大获全胜 市政满意度 再过半53.9认为不满意 那但是53年也不满意 但是愿意去投这个同意票 就29.9 中间跑掉大概21%左右了 可见国民党的情节 就像你在选举区 有民党的强烈的传统 这边也有强烈的国民党传统 你怎么解释这个现象 其实我觉得在左营南子地区 但非常有趣就是说 其实在这个联署的过程当中 其实联署出最多的是哪一个里 就是刚好是韩国瑜所居住的那一个里 这是非常有趣的 反而是他在地他的邻居 最想要去罢免他 就是一个有趣的现象 他们家抖六那区开得非常不好看 讲抖六 我要跟抖六相亲歇 最近我不小心拿那个手板的时候 6月6星期六 让韩市长回抖六 昨天有四个抖六的人 不知道什么 坐在云里说 为什么要叫我回去中午 为什么要回去抖六 我没意见 那是人家的手包 我是黏钱的 OK来来 所以讲回来就说非常有趣 就说在这个第二阶段的联署 拿到最多的那个里 刚好就是韩市长 他现在所居住的大楼的那个里 那为什么跟猝鼻贵人 都不希望他继续当市长 就非常有趣 那第二个是说 为什么左营男子的 坚定要来投票的这个比例 好像相对比较低 我觉得这值得观察 那我相信一样 还是大家会有一些人情压力 然后你要真的去投下 那个神圣的一票 要支持或反对 其实都很关键 那所以我觉得也许在左营男子 就是未来我们可以 罢免韩国瑜的阵营 其实是可以在努力加强宣传的 是 盛林兄 那如果左营男子都还守不住 盛林兄说这个区是 韩国瑜最后的希望的所在 你同意这样的说法吗 那希望所在 也是民进党强攻的所在 来你怎么观察 其实不管是哪一个区 我觉得苹果这个民调 其实多多少少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其实我看过4月份的一个民调 还算是跟这个 整个的变化是在我个人的预计之上 因为从4月份到5月份 就是发生过一些非常有争议性的事件 包括看板事件 包括这个投开票所 所以其实像现在你现在看大概36点多的 罢韩的数字 在4月份的话大概在30出头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这就是我刚才一直强调的 我觉得韩正宜本身 他内部这些核心的决策 他的战略战术一定要抓对 包括说如果说一开始市长就定调说 我用我的施政的表现 来辩护6月6号的这一场投票的话 你就要把这个定调把它贯彻下去 而且你要做你该做的事情 比如说这一份民调很有趣的是 他又调查了所有人对于 韩国瑜团队的一个市政建设的满意度 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指标 告诉韩正宜说 为什么你做得流汗 把你贯得流汗 原因在哪里 是宣传不够还是方向不对 还是少数几个点你没有做到 我觉得这个才是 他要去为6月6号 那你认为他有做吗 他当然一直在做 他有去像你做这样逻辑性系统性的检讨吗 你说包括有哪几个点没有做 我甚至点出 有没有哪几个人你该换 不是 打仗的时候已经剩20几天了 不要讲到那个细节 但是我讲的是 所有的战略战术 他还是要持之以恒 所以我才讲 我从4月份的民调 我看到5月份的民调 他开始要做战术摇摆 他不是战术摇摆 冷一下热一下 应该说你的贯彻度到哪里 你的执行率到哪里 这个是你自己要注意 因为毕竟还没有到6月6号那一天 你永远不会嫌太慢 所以说我讲说 其实我还是要讲回来 你每一个区看 其实刚才讲到那个古山 那个骑津严城那个区 那是我选立委的区 就是我立委选区 我就讲 那边其实就是大楼 大楼的人其实一般 比较不会被影响到 他就住在家里面 所以其实我们看得到 其实包括霸函团体 包括民进党 他们其实用了很大的力量 在做宣传 所以说其实你那是传统的社区的话 很容易就感受到那个风味 那到了话可能就比较 比较没有被 没有被参与到 所以说他可能用自己的想法去做 所以你看连古山 骑津严城那个区 资政的不满意度 大概只有百分之三十几而已 是不是这样讲 难道就说 奇怪那为什么同一个高雄 是有些满意 有些不满意 所以我觉得还是有些 很多外在因素 所以其实就讲这个礼拜以来 的确 所以你认为还是有所谓 讯息的感染这个部分 绝对会有的 所以你认为这也是韩市长 未来要努力去做的 而且他要调整他的战略 算是说他也可能要适当的出来 让支持者或者让中间选民 可以导向他这边来 适当的出来 这是少年兄给大家的建议 不然我常常对少年兄讲话 比较激动 我们是老朋友 绝对不是生气 他跟我讲话都直接很直接 好 讲到这个民调 这个媒体 我们回顾一下韩市长 跟媒体的关系 韩国瑜说得民心得天下 得民调得治疮 所以苹果日报你得治疮 这个庄胜宏 这个邱明辉你们得治疮 好 韩国瑜说三例改两例 我就接受访问 不需要这样 不好意思 你看你的选举公报 你的广告经费给谁最多 三例电视台最多 蔡旺旺董事长你的气息 你把他提到他 叫他的钱三例最多 韩国瑜说 苹果日报 你的提问没有水准 你很像是装胜宏去提问 你没水准 韩国瑜说 中央设的提问将台湾狭窄化 很可怜 还拉长音很可怜 对媒体未必说一定要尊重 但是有些不当的说话 事实上也造成你今天 包括民调 包括民心的困境 看一下VCR再会讨论 新年看 20号 对媒体重量 每天都会变一家 但是对媒体重量 就是西兹 给媒体重量 每天都会变得购乱 尤其是 必须能够 困境 不需要 写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可以用司法这一招 然后持续的不断的上诉 代理事长是我自己任命 我当代理事长还是要行政院 要行政院指派代理事长 只有到一半任期之后才可以这样 所以韩国瑜如果要用司法的战术拖延的话 他其实是可以再持续在这个位置上面 因为诉讼ING 所以不能动 我不知道说韩正宁到底现在 因为他现在连冷战热战的战术 都还没有确定的状况下 你也很难判断说 所以他会不会未来去提司法 搞不好有可能 对当然有可能 可是回过来讲 就是说我觉得有两个点我想讲的 第一个就是说韩正宁有没有参考一下 过去台湾提出来的罢免案的处理方式 譬如说黄国昌的罢免案 当时也吵得很热 可是黄国昌从头到尾相应不理 他就只有出了一个书面的就是 来告诉大家我的政绩是什么的那张说明 也就是说他会使得要罢免的人变成 他们你吵你继续吵 反正你就唱独角戏 所以他就当时的罢免就一直热不起来 就两个铜板就敲不响了 对啊 就你一边一直在那边扇扇扇 可是这边就一直冷 所以这一招我觉得过去是这样子用的 那现在韩国瑜他就算要鸽派 可是他下面很多音都不断的在刺刺 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让整场变成冷 我觉得那个战术就太怪了 应该可以参考一下其他过去台湾历史上面的罢免案 第二个是说除了苹果日报之外 你知道有一家跟韩国瑜相当 蛮友好但是不是最好的 韩国瑜还不是最好 就不是旺旺 另外一家也很好的媒体 他们其实做了民调 他们每个月都在做各种 就是每个月都在做民调啊 最近也做了民调 他们也针对罢韩做了民调 可是没有公布 因为不太能公布 怕伤心是不是 对怕伤感情 怕打坏关系 那这一家的民调里面显示 一样就是大概有十几%是国民党支持者 你昨天讲苹果是10.2 对OK 然后这一家做的也差不多 就是10%上涨 对对 而且他们进一步的去分析 这十几%的国民党支持者 比绿营支持者更坚定的要去罢韩 那是一定的 对这个问题我觉得韩国瑜 如果你要挽回的话 你想点办法 就毕竟都是蓝军的支持者 其实是可以比较容易沟通 比较好说的上话的 还有一个层次是说 我觉得韩国瑜的确出现的频率不够高 就是说如果他觉得 其实他做的累的要死 然后被大家嫌到要命的话 你就拼命的不断的排行程出来 说明每一场都说明 我在帮大家做什么 可是真的都没看到 然后譬如说 今天排了五个行程 结果大家就改变形象了 然后就觉得好厉害 又简直就是重振雄风 这个好辛苦 一天五个行程 还好吧五个行程 五个行程 对 不多 以前我跟过那个很痛苦 他还在摔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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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公开行程不代表没行程 大家看到的你就是没出现 我的那个印象其实会差很多 你其实就拼命出来 你一天就是排十几个行程 每一个行程都告诉你说 我在为市政拼老命 这样不是就做好形象了吗 对我就觉得你的策略真的 我为市政拼老命 其实这就是一个 怎么讲 一个最基本的 我就拼下去了 你要拼命我尊重但是七千 我就是每天拼命 拼得没memory 但是这个部分我们还是没看到 你也可以不怕 你什么事 你不用 mir声 你最后一声 我给你带我一声 你需要大量的 我不是说你 你这不分重やって 你还跟着吗 你没有你